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份开始战龙爵中家对抗在正式拉开序幕 到如今呢已经进入到了第四届 通过两年来的切磋 我们双方增进了解相互促进 共同打造了这样一个国际间 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的品牌赛事 这个文化呀就是应该多交流 一花独放不是春 我们希望在中国武林风的擂台上 在河南卫视让所有人领略到 整个世界文化的岔子烟红 那今天啊我们的老朋友再次光临郑州 我们掌声呐喊声 有请加拿大勇士闪耀登场 我们欢迎游戏马尔洛克 优优独播剧场——德里克 我离开 各位勇士远道而来辛苦了 掌声响起来 接下来掌声 呐喊声 有请中国勇士 山药登场 有请 求小飞 小雷公黄俊玉 李欣 习近女孩 李明睿 李慧 关东飞银 刘大成 战警 谢雷 亲爱的朋友们 请大家再一次拿出大家的掌声 呐喊声送给这些为荣誉而战的双方勇士 请全体起立 祝加拿大国歌 祝加拿大国歌 李慧 《祢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歌 朋友们 第四季战龙决中加对抗赛 马上开启 我们共同期待 2017年5月 应加拿大新动力传媒邀请 武林峰首次走进加拿大多伦多 作为自中加建交以来的最大民间武术交流活动 武林峰受到了当地华人的热烈欢迎 和当地媒体的强烈关注 中国勇士们克服重重苦难 奋勇拼搏 在异国他乡留下了一场场精彩的比赛 短短六个月后 加拿大枫叶军团就远渡重洋 开启了中加二番战 面对来势汹汹的对手 以战警谢雷 黑色噩梦孙伟强所带领的中国勇士们 各个摩拳擦掌 整个带弹 试要将对手成功狙击 最终 经过激烈的比赛对抗 中国勇士以六胜一负的战绩 重挫对手 赢得了加拿大搏击军团的回礼之战 时隔一年 武林峰中国勇士们再次前往加拿大 工业军团此次握心肠胆 是要一血前耻 而中国勇士派出以吉祥 精英为首的武林峰中间力量 他们不畏强敌 奋勇出击 最终 中加双方以实力赢得了彼此的尊重 武林峰战龙绝 历经两年 连续三届的成功举办 因为武林峰 这一国际搏击品牌的海外传播 造成了深远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